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包信子 首先 我们要带来一个令人感伤的消息 著名女演员雪莉·杜瓦尔在75岁时于家中安详去世 她因闪铃中的出色表演而为人熟知 并曾在1977年凭借三个女人赢得贾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杜瓦尔在2002年退出影坛 并在2016年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谈论她的心理健康问题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动态 前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教练比尔·贝利奇克 将在新赛季加盟Inside the NFL节目担任分析师 她还将出现在Monday Night Football的曼宁兄弟转播中 这无疑会为球迷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评论和分析 最后 我们来关注音乐界的消息 奈利·弗塔多宣布她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7将于9月20日发行 这张专辑是她在专注于母职之后经过四年艺术探索的成果 专辑中还有与加拿大音乐人Alessia Cara、Sharlotte Day Wilson等的合作 请大家继续收 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75岁的谢利·杜瓦尔因糖尿病病发症 在德克萨斯州布兰科的家中去世 杜瓦尔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斯坦利·库布里克 1980年恐怖片《闪灵》中的温蒂·托兰斯 她在片中与杰克·尼科尔森对戏 试验逃避斧头丈夫的妻子 她的伴侣丹吉尔·罗伊在好莱坞报道上表示 我亲爱的甜美的出色的生活伙伴和朋友离开了我们 最近她受了太多苦 现在她自由了 飞吧 美丽的谢利 杜瓦尔不仅在《闪灵》中有出色表现 还在1970年代出演了一系列经典电影 如《安妮·霍尔》 导演罗伯特·奥特曼发现她时 她还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大学读书 随后在她的七部电影中出演 并凭借1977年在《三女人》中的酒色 获得杂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电讯报在谢利杜瓦尔的复告中 描述了她独特的一幕存在感 使她成为艺术电影导演 罗伯特·奥特曼的宠儿 并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中 展现了她的天然适应能力 影评人罗杰·艾伯特曾在1980年评论到 她的脸上有一种开放感 好像没有任何东西阻挡她的开放面孔和我们的眼睛 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角色 杜瓦尔在《闪灵》中的表演非常投入 尽管当时的评论家对她的表现褒贬不一 斯蒂芬金甚至认为 库布里克对温蒂的处理 让她成为电影史上最艳女的角色之一 尽管如此 杜瓦尔在拍摄期间 与杰克·尼科尔森建立了亲密关系 并在一天的拍摄结束后 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来缓解压力 她对库布里克的科克管理风格持负面看法 更喜欢奥特曼的养育式方法 并在职业生涯中应用了同样的哲学 CBC报道 谢利·杜瓦尔在德克萨斯州布兰克的家中 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 享年75岁 杜瓦尔以其大眼睛和迷人的存在感 成为罗伯特·奥特曼电影中的常客 并与杰克·尼科尔森共同出演了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铃 在闪铃中 他扮演的温蒂·托兰斯目睹了丈夫 在孤立的酒店中逐渐疯狂的过程 库布里克对杜瓦尔的科克要求 在拍摄过程中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接近于折磨 一场戏据说拍了127次 杜瓦尔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在拍摄期间每天哭泣12小时 持续了数周 他还在《三女人》中凭借米丽一角 获得杂娜电影《最佳女演员》奖 并在儿童电视系列《童话剧场》中 担任创作和主演 节目获得了皮博迪奖 晚年 他在2016年的《菲尔医生》节目中 谈到了他的健康问题 节目被批评为剥削性 杜瓦尔试图重启职业生涯 并在2023年的独立恐怖片《森林山》中 出演了他20年来的首个酒色 每日电讯报报道 安基拉·雷娜提出的给予员工断联权的计划 可能会为救护车追逐者创造一个乐园 英国董事协会一项调查显示 大多数雇主反对政府限制工作时间外联系员工的计划 担心会引发大量法律诉讼 一位健康和社会工作领域的商业领袖表示 在极端情况下 联系员工的能力是有价值的 取决于企业和员工的角色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下周国王演讲中 政府的就业权利改革方案出台 企业对此表示关注 劳工党副首相雷娜去年表示 工作时间外的持续邮件和电话 不应成为常态 这对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造成了伤害 商业领袖们担心 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灵活性 以及跨时区运营的公司面临的挑战 虽然一些政府干预可能是必要的 但IOD警告称 这不应破坏灵活工作政策 影响企业的运作能力 多伦多新报报道 洛杉矶比尔贝里奇克将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 加入NFL内幕担任分析师 CW网络宣布 贝里奇克将与瑞安·克拉克 查德·约翰逊和克里斯朗一同出境 后两者都曾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效力过一个赛季 贝里奇克表示 我很高兴能加入NFL电影的新团队 并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电视节目中工作 贝里奇克在担任教练期间 以简短的回答和拒绝与记者互动而作称 但在NFL电影制作的节目中 他经常表现出揭示性和坦率的一面 贝里奇克因在2019年NFL电影系列NFL100全明星队中的表现 被提名为体育爱美奖杰出工作室分析师奖 Yahoo!美国报道 比尔·贝里奇克为2024年NFL赛季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他宣布加入NFL内幕节目 该节目自1977年开播 曾在HBO和Showtime播出超过30年 之后转到Paramount Jazz 现在将在CW网络播出 贝里奇克将与瑞安·克拉克·克里斯朗和查德·约翰逊共同出境 节目将继续结合工作室分析和NFL电影的前一周比 赛片段 在与爱国者队分道扬镳后 贝里奇克希望找到另一份主教练工作 但未能如愿 他可能希望在2025年找到新的教练机会 但2024年的电视邀约已经让他的日程安排满满 包括在周一夜橄榄球曼宁广播中担任分析师 多伦多新报报道 尽管文学界一些知名人士呼吁 Jiller奖仍决定继续与加拿大枫叶银行合作 Jiller奖执行董事Elana Rabinovich表示 董事会讨论了与枫叶银行切断联系的呼声 但最终决定继续合作 枫叶银行的资金对获奖者 及整个加拿大文学界都有积极影响 然而过去的获奖者Omar El Akkad 和入围作家Nour Naga Shani Moutu以及Thealim 呼吁基金会切断与所有直接投资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赞助商的联系 部分作家如Catherine Hernandez和Farzana Doctor 甚至撤回了参赛资格 去年颁奖典礼上 抗议者曾上台举着协有 封银行资助种族灭绝的标语 揭开了这场辩论的序幕 《环球邮报》报道 蒙特利尔的Fantasia电影节节 即将迎来第28届 而在此之前 工会化员工发起了一场 为期24小时的罢工 抗议电影节在与工会谈判中的拖延 大约60名员工 在市中心的电影节办公室外 轮流进行抗议 要求更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 工会谈判委员会成员 Justine Smith表示 尽管自2023年9月以来 他们已经工会化 但电影节仍希望 今年保持他们的自由职业者身份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工会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扰乱电影节的启动 Fantasia电影节创立于1996年 以其反好莱坞风格的恐怖 幻想 科幻和动作片而闻名 每年吸引10万名观众 今年的电影节将展昭 应超过125部长片和200部短片 并向导演Mike Flanagan和加拿大电影人Vincenzo Natale致敬 Fantasia总裁Pierre Corbeil表示 双方将于周五下午继续谈判 并希望能达成协议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层官员夏宝龙 在首都会见了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 称赞其工作 并提醒他许多任务是民众关心的问题 此次会面 距离香港政府搁置一项争议性的垃圾收费计划 已有一个半月 谢展环向夏宝龙汇报了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 绿色转型机会 环境保护 生态保育 低碳能源 农业和渔业发展 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的进展 他表示 香港可以抓住机会 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绿色能源及相关产业 大湾区是北京计划将香港 澳门和其他九个南方城市 连接成经济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谢展环在北京出席了 全球行动共享发展论坛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 并与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讨论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随后 他还访问了国家能源局 与副局长任经交流了 促进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 能源合作的意见 支持香港的低碳能源转型 多伦多新报报道 罗布·麦克·埃尔亨尼 虽然忙于拍摄欢迎来到雷克瑟姆 和神话任务 但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关注 费城费城人队的比赛 作为费城本地人 他与前费城人队明星 查斯厄特利关系密切 并且经常与2008年世界大赛冠军 瑞安 霍华德和吉米·罗林斯 一起打高尔夫 麦克·埃尔亨尼认为 随着布·莱斯·哈珀的回归 费城人队有望赢得冠军 麦克·埃尔亨尼 不仅是费城体育界的活跃分子 还在费城人队主场比赛期间 与妻子凯特林·奥尔森 一起出现在拉拉队视频中 并在球场上出售他的 爱尔兰威士忌品牌饮品 最近他还在伦敦的一场比赛中 进行了象征性的双杀表演 此外 麦克·埃尔亨尼与演员瑞安·雷·诺兹 共同收购了威尔士的 雷克瑟姆足球俱乐部 并将其打造成赢家和热门电视节目 麦克·埃尔亨尼表示 如果雷克瑟姆继续获胜 他们将需要引入更多投资者 以便在更高的联赛中竞争 麦克·埃尔亨尼还表示 他对购买费成英队的少数股权感兴趣 并透露他与英队老板杰弗里·卢里有过交流 多伦多星报报道 流行歌手内利·费塔朵将于9月20号 发布他期待已久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气》 这张专辑是费塔朵经过四年艺术探索后的成果 他在此期间主要专注于母职 费塔朵表示 他重返录音室的过程充满了社区合作的精神 与加拿大歌手阿赖西亚卡拉 夏洛特·戴威尔逊 以及本土制作人Wondagirl和T-合作 专辑的第二支单曲 Chorazon将于周五发布 这是一首与哥伦比亚乐队Bomba Estereo合作的歌曲 融合了英语和西班牙语 在社交媒体上 费塔朵将他的14首歌曲专辑形容为 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随机贝壳 他鼓励听众以自己的方式享受音乐 无论是作为背景音乐 还是跳过某些歌曲 费塔朵的回归标志着他逐渐重返娱乐行业 他在过去一年中加强了社交媒体存在 发行了多首独立单曲 并在三月份主持了猪诺奖颁奖典礼 微报报道 李兹·阿迈德的新短片Demi 由顶级男孩和七七一导演杨德芒指导 将在流媒体平台Mubi上高调发布 阿迈德因出演《金属之声》 《尼莫娜》和《侠盗一号》 《星球大战外传》等电影 而成为好莱坞明星 他与导演阿内尔·卡里亚合作的短片《长别》 曾获得奥斯卡奖 阿迈德认为短片是一种更纯粹的创作体验 因为它们不是为了金钱或名声 而是出于对艺术的探索 Demi 《长别》更复杂 更具实验性 讲述了德芒探索自己复杂的种族背景的故事 德芒在文章中描述自己是一个 多文化杂种和永远的局外人 在影片中 阿迈德扮演一个基于德芒的酒色 前往巴黎试图重新连接他的阿拉伯根源 尤其是与他疏远的父亲 阿迈德认为 身份问题在现代社会中 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复杂 不同文化的相互联系 激发了人们对身份的探索 德芒在英国和好莱坞电影界的职业生涯颇未曲折 他成长于寄养家庭 获得了国家电影华电视学校的奖学金 并迅速转向指导电视节目 尽管德芒获得了不少赞誉 但他完成的长片屈指可述 阿迈德称赞德芒是英国电影界的无名英雄 帮助了许多电影制作人 The Independent 报道 Travis Kelsey在Netflix纪录片Receiver中透露了 他在超级晚期间 为女友和亲友购买的包厢 花费高达300万美元 旧金山49人队的乔治·基特尔 和堪萨斯城酋长队的凯尔西 讨论了超级晚门票的高昂费用 基特尔表示 他无法承担私人包厢的费用 尽管他每赛季收入1500万美元 基特尔还提到球队的跑位克里斯蒂安 麦卡弗里得到了一个不错的交易 但麦卡弗里的母亲和妻子也表示 他们负担不起包厢 凯尔西的母亲唐纳 在赛前也认为自己会坐在观众席 因为包厢太贵了 最终凯尔西还是决定购买了包厢 并在比赛结束后 与泰勒斯维夫特和母亲一起庆祝胜利 The Independent 报道 亚历克·鲍德温的高调审判 正在圣塔菲的法院进行 距离电影Rust拍摄期间发生的 悲剧性枪击事件已有近三年 当时鲍德温在排练一场机器时 手中的道具枪走火 导致摄影师哈利纳·哈钦斯死亡 导演乔尔索扎受伤 鲍德温被控过失杀人 面临18个月的监禁 电影的武器师汉纳·古铁雷斯 李德也被判过失杀人 将在周五作证 检方指控鲍德温未进行安全检查 辩方则认为电影片场的规则 不同于现实生活 法庭播放了事发后的911电话 和警察随身摄像头视频 鲍德温在视频播放时表情严肃 The Globe and Mail评价浪漫喜剧电影 《带我飞向月球》为 令人失望的失败 称其为夏季电影季的一大倒退 影片由格雷格·伯兰蒂指导 吴迪·哈里森饰演的角色 在开头进行历史背景介绍 但这一叙述方式并未延续 影片试图结合多种类型 但未能找到合适的观众群体 斯加利·约翰逊和查宁·塔图姆饰演的角色 缺乏化学反应 无法引发观众共鸣 电影在视觉效果上也乏善可陈 导演伯尔耶·艾拉 蓝地在电视领域取得成功 但在电影节奏上显得不自在 影片长达132分钟 让人感到冗长乏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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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